来宣传18岁公投 今年底除了九合一大选之外 还有一项投票要同时进行 那就是18岁公民权的复决投票 因此基隆市长三选人谢国良 跟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共同走入信仪市场 来宣传这个公民权的复权 亲密协表示 根据近期民调 基隆市民还有八成的选民 还不知道年底 有这个公民权的复决投票 市长振票一天 也有一个18岁公民权的公道 就要振冬 它是有两官 那一官是李欢迎过 然后全民要投票 投票要过之后 它才可以通 那现在就是18岁就是成人 现在是刑法、民法都是成人 成人 如果刑法就是那么负责就对了 以前刑法就是18岁 以前就是18岁 现在是说投票 投票官 因为国外都是18岁就能投票 但是我们台湾要20岁才能投票 你快点加油 好啦 好啦 这也要加油 都要一支 谢谢 你快点加油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走过非常多不同的县市 亲民携带过去的一个月 在全台湾的不同县市 我们都有去过 那我们甚至去了里岛也去澎湖 然后从嘉义 屏东台南台东花莲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早上 刚刚在基隆 站在路口的时候 就可以感受到基隆的乡亲 其实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会主动来询问说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议题 那我们觉得这件就是一件很好事情 因为过去这个题目确实在民众之间认知度是比较低的 大家根本不知道年底有这样子复决的题目 所以我们就像刚刚育盟所提到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是 所有的地方候选人都能够在这一次选举的期间 不管是线上媒体的宣传 或者是社群网络 或者是在实体的民间 这样子的相里之间 我们都可以共同来宣传 年底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 那邀请乡亲一起来支持年轻人投下同一票 众所皆知公民复决的门槛非常高 需要965万票 那合并这一次的地方选举 一起进行 所以其实需要地方选举 不论是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乃至于到市议员县议员 甚至是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 都一起来推动 这个议题才会通过 那国粮也在很多的场合 都跟大家说 这一次选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 就是务必要让我们的公民权 18岁投票 要能够顺利跨过通过的门槛 通过门槛好像是965万票左右 这是一个蛮高的目标 但是我相信如果跨党派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 那一定会做得到 那小二爸爸的女儿 现在已经五岁多了 其实我也是做了爸爸以后 心境感受很不同 其实坦白讲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社会 是属于下一代 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要替下一代去思考 所以在这边很开心 邀到清明协的青年朋友们 邀到张理事长 来基隆跟我们共襄盛举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导